也不酸了 大力呀 多亏 你给妈买了这几副药 吃了 好多了 老人家 是我 不是大力呀 那你们是谁呀 我们 我们是大力的朋友 来看看你 朋友 哎呦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力 只有几个脚夫朋友 很少有朋友来看他 这几天哪 常有朋友来 常有朋友吗 啊 前几天哪 来了一个 半生 还请大力去喝酒 喝醉了才回来 昨天哪 那个朋友又来了 哎呦 琴脚夫 成了香婆婆了 老人家 那人昨天又请他喝酒了是吗 哦 哎 没有 那个人哪 来得晚 没说几句话呀 没说几句话呀 就让大力 送他到郊外 什么 什么小镇 好几十里呢 后来 大力跟我说 妈 晚上不回来了 我想也是啊 你看 几十里路呢 回来不得天亮了 白天呢 还得干活 回来干啥呀 老人家 大力最近拿回来多少银子 这回呀 我们大力呀 可是撞大运了 哎 他说 遇到了一个 有钱的老板 说他赶车赶得好 哎 而且呀 还赏了他十来两银子呢 我老太婆 这下 可得了好处 有银子买药吃咯 哎 这些年哪 大力呀 都将我的病给拖累了 到现在 还没娶上媳妇 老人家 大力很孝顺的 这两天他得了银子 给你买了药 他的心情一定会很好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哎 这位姑娘 你可真是问着了 哎 我也奇怪呀 大力这回 得了银子 还给我买了药 我的病 也好多了 可是 他反倒高兴不起来 晚上睡觉啊 躺在床上 一声声的叹气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哎哟 也不知道他怎么着了 他没说什么吗 没 他什么也没说呀 我问了好几次了 他就是不肯讲 有一次啊 我逼急了 我说你不讲银子的来路 我就不吃这药了 他 这才说了一句 说是 我也是没办法呀 被逼的 只好这么做了 哎 我想啊 他跟我可能是说谎 他可能啊 是想人家借高利贷 才有这钱的 这钱怎么能借呀 啊 他怎么还得起呀 哎 都是我 都是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 害得她呀 你们要真是她的朋友 你们就帮帮她吧 老人家 大力可能要出趟远门 帮人去做事 很长时间回不来 哦 哦 他让我呀 给您带些银子来 说是 也能过一段日子 这 这是他给的 嗯 是大力给您的 哎 这位大爷 你 大人 我帮老人把药熬好了 再回去行吗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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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您啊 就是刚来此地吧 啊 哎 住我的小店吧 我那小店便宜又干净 哎 素素来看看 哎 走 来 哦 看看去看看去 哎 来来来 这边啊 来 请请 啊 哎 哎 哎 就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啊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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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哦 好 你先在这儿歇会儿啊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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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啊你 小时候啦 你干嘛啊你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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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时辰后请宋大人到弗莱茶馆 请一定来 宋大人 请 姚谦 你叫我来 有何指教吗 有关小桃红的案子 我那儿有些可用的东西 不知道宋大人是否有兴趣看一看 那你所指之物 一定是跟竹如海有关系了 这个嘛 我与竹如海系同门近视 又同租一个门院 前些日子 他与小桃红频繁交往 关系暧昧 我对他早已有所猜疑 曾问其动机 竹如海他言辞含糊 不智可否 有一天 后来啊 因小桃红突然失踪 他心绪大乱 不吃不喝 闭门不出 而后公堂审案 他被关进大牢 随后自杀于狱中 所以 我敢肯定 他与小桃红一案 有密切的关系 果然在其房中 找到一些东西 暗藏于己事之中 姚公子真是个有心之人哪 我以为 这些东西 对宋大人查获此案有用 果真那样 我自然是要谢谢你了 在下若能孝主宋大人一臂之力 感到十分荣幸 若能因此获取一点功德 也是万幸之事 我听说圣上对此案十分关切 对宋大人也是格外的器重 若能因此获得提升 像宋大人一样做个提刑官 干出些名堂 在下真是感激不尽啊 姚公子 你既对竹如海所做之事 有所猜测 而且有所知晓 为什么早不向宋某告知一二 这 公堂审讯 竹如海涉嫌其中 你本也可以挺身而出 何盘拖出真相 或许竹如海 还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 这事我也不知道啊 他能走到那一步 其实也不必那样 宋大人 这竹如海自杀跟我可没一点关系啊 谁知道他那个性子会那么暴烈啊 不必说了 东西可曾带来 我怕出意外 未带在身边 请宋大人晚上到在下住处去一趟 如何 好吧 我会来的 我还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被人算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公主 不知公主驾到 宋慈有公务缠身来迟 请公主多多包涵 我是来专程看玉珍的 坐吧 谢公主 你呀 只知整日在外面审案查案的 根本就顾不了家 刚才玉珍还跟我说呢 若他以后生了儿子 也像你一样当个提刑官 也是顾不了家呢 是吗 如果宋家世代都能够成为提醒 为大宋设计图个安宁 为百姓谋个安康 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啊 宋提醒 你只知整日在外面忙碌 得些空闲 你要想着家中之人 想着玉珍啊 玉珍与你成亲十多年 这般年纪才还上孩子 多难啊 你们男人哪 都是这样 只知整日在外面忙碌 有多少时候 会想到家中之人呢 公主说的哪里的话呀 驸马对你一向都是很好的 这我可是知道的 除了陪你散心以外 还总是想方设法的 给你买许多贵重的礼物送给你 不就是想让你开心吗 是啊是啊 这倒也是 说起来今天来看 你亏得她提醒我一句 不然我还不知道 你有喜事呢 是吗公主 那看来还是驸马爷心系啊 公主深夜前来看望玉珍 宋慈不胜感激 稍时公主回府 如果驸马爷不便来接 那我派车送公主便是 以往梅子林是会来接我的 今天恐怕未必了 父皇派她去做一个 管粮草的贤差 平时没什么事 只是这几天事情倒是多了起来 马场啊 粮仓啊 两头跑 有时候 连晚上都赶不回来呢 是吗 我前两天还碰见驸马爷 他还说闲着 无事可做呢 哎公主 驸马爷这两天 得了一匹好马 您可知道啊 刀啊马 都是你们男爷们玩的东西 我才懒得关心呢 驸马府 很多粮马 谁知道哪匹是驸马爷新得的好马 是啊是啊 哎公主 我今天得了块玉 请公主给看看 您可认识这块玉的价值 这玉 这像是我丢的那块玉 怎么在宋大人手中 公主 这是我提醒司近日抓了一个贯妾 从她那里得来的 这块玉是公主的饰品 是啊 还是我小时候过生日 父皇送我的礼物呢 后来被驸马爷讨去 记在腰间 前些时候他告诉我 说夜里看戏的时候 挤来挤去的 不知道是挤断了绳索 还是被人偷走了 这倒好了 到了你这儿 那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 当然当然 不过公主 恳求公主等我把此案审理完了以后 再归还公主 没关系 只要这东西在 持几天不妨碍的 好 谢公主 公主 关于这块玉 请您先不要告诉驸马爷 也好 我得了此玉以后 再给他一个惊喜 请悠悠 有多少 冤不接踏 空唱话 人欢无限 从生哀怨 细血淫虫笑苍天 五三敌影 五三敌影 色白灭 参与生 周期烈烈风 尽炊仨 尽炊仨 致火 Dark 近水 彰 利но 溏 对 里 持有 逰 而 有 墓 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